和西亚书第十四章 以色列啊,回转吧 回到耶和华你的神那里 因为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 你们预备好要说的话 归向耶和华 对他说 除去我们一切罪孽 悦纳我们的祷告 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果子献上 亚树不能救我们 我们必不在骑埃及的马 我们亲手所做的 我们必不再称为我们的神 因为在你那里 孤儿才得着怜悯 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 甘心乐意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已经远离他们了 我对以色列要像甘露 他必向百合花开放 他要扎根 如篱笆嫩的香薄树 他的幼枝必伸展 他的荣美要像橄榄树 他的香气 必如篱笆嫩的香薄 他们必在住在我的蚓下 使五谷生长 他们必发望像葡萄树 他们的名声 要像篱笆嫩的酒 伊法莲与偶像 还有什么关系呢 打允他的是我 看顾他的也是我 我像一棵清脆的松树 你的果子是从我而得 谁是智慧人 让他明白这些事吧 谁是有见识的人 让他领会这一切吧 因为 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 一人要行在其中 恶人却必在其上半岛 怎么会扭起来